以生命的女士 与您一同开窗光明自在的人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大家阿弥陀佛 首先要随起各位的功德 能够在一直在菩提心的状态 来受此保观灾戒 更重要的又能够这样来为众生念阿弥陀经 也坚定了自己不退菩提的怨生净土的本愿 大家有没有发这个本愿啊 有 一定要往生净土 虽然要往生净土 却更用菩提心为所有众生修药师仪轨 特别这么多人在受八幻灾的时候 特别这么多人在受八幻在戒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念这个咒语 为什么 为了利益众生 这纯粹只有一个悲心 因为就算各位现在很健康 但是呢 万万的众生都在生病 当然 药师法门不是关身体的病 更重要是心理的病 所以 因为大家都有烦恼 有这个心理的病 而且当你在念药师佛 药师咒的时候 药师佛的十二本愿 都透过你的心就流露出来 让众生外表如流离的药师佛 让众生衣食无缺 让众生正直正见 也能够发起菩提心 最后呢 用菩提心 八大菩萨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 伟不伟大 伟大 一个人最大的快乐是随喜自己 原来我还伟大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因为 找不到自己用金钱 用别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 可不可怜 这种关爱的眼光最后还是会不见的 所以我想年轻总会老 有钱也可能会变化 坐个台上的可能也要下台 一样这个意思 所以最重要的 也叫自依旨 法依旨 莫义依旨 所以要以自己 以自己的努力 所以依旨真理 法依旨 不要依旨外在的 就像一个女人 依靠先生 一个妈妈 依靠小孩子 我们出家人 修行人 我们是依止佛法 因为这位上师 法师身上有法 我依他的法 而不是依他的人 老和尚会不会走掉 也会啊 所以上师 上师也会变一变 出家衣服穿一穿 在家衣服也穿一穿 因为在美国 我碰很多 这位上师 他说穿在家衣服 方便了 如果在我们汉人 就可能不行了 哪一天还到法师 穿个牛仔裤 那还得了 你不昏倒了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那这个世间 还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们 只能依着这个法 所以各位今天 受宝宛再接 做了大圣菩萨的法 快不快乐 招闻到戏壳死也 今天就要去净土吧 你要有这个想法 不行 我明天还有事 所以各位要有那个 所谓空性放下 那因为你找到的生命 不是肉体 不是世间 而是你当下的心态 相续 就是维持这个就好了 所以可以让事情 不断的变化 但是你的心不变 当然在经里面说 安忍忍辱 是诸佛道之本 特别各位要成佛嘛 那你没有这种安忍忍辱 你成不了佛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 持戒又不失 如何把这个持戒 不失的福报 又留下来 那你叫忍辱 所以佛陀 所以佛陀也给我们讲 不失 持戒 忍辱 不然先前所做的 就败坏掉了 所以刚刚我吓到 我一直看 我怎么没有 要事奏水呢 那是宝贝呢 因为你对佛法要有信心 当然不是为自己 因为各位在念的时候 我在上面也很认真念 你们我是跪着念 因为有人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希望我为所有脑瘫痪着的小孩子 血排位超度 那刚好给我一个题目 这个全世界脑瘫痪都痛苦 特别爸爸妈妈 所以我在台湾 我经常他们要去特殊学校 真的很痛苦 因为我给他们讲 他们也听不懂 然后呢 但是学校又希望我们 多给他们加持 然后爸爸妈妈在旁边 也很辛苦 所以假设一百个脑瘫痪 那至少要一百个照顾的老师 要花会很大的人力物理财力 但是他活的时间 又是长长的 有时候真的找不到老师了 要用很多的钱 不然人家不愿意来帮 所以这种痛苦 当然就一个佛教徒 我们希望这些小朋友们 那么业障消除 无病赶快往生净土 因为活着对他就是苦 对父母来讲是放不下 又苦 真是个折磨 所以家里有一个这样 全家都不安 心里都挂碍 当然各位要经常去思维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什么 所以各位今天在这边 也是忍辱 就像我看各位从昨天做到今天 脚累不累 当然累 这个才有福报 我跟你讲 这个叫忍 因为忍辱 所以你的功德更大 所以当然我们佛教讲 忍辱有三种 众生忍 法忍 这两个是福德跟智慧的来源 所以众生 你要去慈悲 甚至对你好 对你不好 你都要能够接受 所以对你不好的 你更要忍 对你好的 你也不能够齐心动念 特别女孩子 你现在还没结婚 男人要追你了 你要忍 因为你要成佛 你不要说对我那么好 好吧 我也对他好 双双绑在一起了 那你要成佛道 也是 所以忍不是光逆境 顺境更要忍 所以我们老实说 像各位在供养红包 那我们法师 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 你不能看到红包一直笑 你要干什么 低起来 对不对 因为你还觉得 我是出家人 我就是不要钱才来出家 但是人家却要供养你 这个很挣扎的 所以有时候人家供养我们红包 我们就跑掉了 但是后来讲回来 那你是个出家人 人家要修福报 你怎么可以不让他修呢 那这个时候 你要自己转变念头 希望你供养 能够让你有无量的福报 但是呢 对我来讲 我跟你讲 精进 因为供养不是我这个人 是因为我出家 甚至我也有一点 今天所八万在戒 对不对 等等 所以甚至我也有在修一点点 功德 那我想我们去供养出家人 就像我们供养佛 我们当然希望得到佛的福报跟价值 小业长 所以当然那你要起一个念头 虽然不需要钱 很厌烦钱 但是呢 这个钱又可以让众生积福报 然后又要把这个钱善用到每一个地方 这样 所以人家供养你十块钱 对我来讲 那我要至少分十个地方 把它赶快做完 所以我每天就 我老实说了 这实在不用说 我每天花出去的钱 供养出去的钱 超过进来的钱 我一直在 这种负债的状态 这是我强迫自己这样做的 因为我不想累积 而且众生需要的更多 我们是佛教徒没问题 我们会修福报 那这个世间 那些动物那些鬼道 那些不懂佛法 福报就要靠我们来修了 替他修 因为你要修菩提心 那你也要对 这个法忍 这个钱来你也不能要 了解吗 众生骂你 那你也不能生气 叫众生忍 众生供养你 你也不能骄傲欢喜 所以修行有没有意思 里面真的是乱七八糟 不知道怎么办 念头一直 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忍 你就达不到平静 这个平静叫 伍生伐忍 但是你要从 你要从有才达到无 被打被称赞 被爱被恨 被侮辱 乃至生病 生老病死很苦 那你要做菩萨 你要来轮回 所以你没有来轮回 来面对这些 爱恨情仇 那你也没办法 修这种空性 所以最后你才可以达到平静 什么叫不生不灭 乃至叫三三昧 什么三解脱门 空无相无愿 各位这个以后 不多看看书 然后你达到了这个空性 那叫路道了 所以我们佛教修菩提心 我常被念一下 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明心就是你到了空性 无生法 就极乐世界了 出来就是这个 你又才知道 初到菩提 那个时候真正用空性 无分别在利益众生 最后你才可以圆满菩提 那我们现在 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一样 我们是发心 看了佛经 看了这些菩萨 听了佛法 我们要学地藏王菩萨 对不对 那你要学地藏王菩萨 叫发心菩提 但是很难 那你发心以后 那你要降服你自己 就像一个18岁的少女 长得又漂亮 大家都很喜欢她 然后她又听说 不能爱男人 这样 然后她每天就要挣扎 知道吧 她不是她心里有问题 她生理都有问题 女孩子每个月生理 就会让她情绪激昂一点 这样 那你就要开始扶心 降服你的心 贪心也不能有 真心也不能有 这些傲慢嫉妒 你都不能有 但是这个福心菩提 你要怎么修 那你必须透过别人来磨你 就刚刚讲的 众生忍 法忍 所以这个法就代表 环境变化 生老病死 这些不是人找你麻烦的 众生忍 是众生找你麻烦的 鬼也会找你 蚊子也会找你 所以这个末法时期 你要修行 搞不好政府都不跟你配合 对不对 其他宗教也会找你 很麻烦的 你认为说这是好事 这好事问题是这个 每个国家法律不一样 所以 那这些 那你各位要 要有个决心 我既然已经愿意做菩萨 那我就要开始 透过外在的变化 乃是内心的喜不喜欢 但是你要法 你要记住 我是为了达到成佛 维持菩提心 我不能爱跟恨喜不喜欢 而且你还故意磨念 就像老师说的 我出家半年 我有一个师兄弟 真的很难搞 所有人都去跟我师父抗议 他在我们 他们就要离开 你知道我师父怎么回答吗 不回答 那你们走吧 哎呦 我师父太伟大了 好的 你们既然好 你们走 坏的留下来 我照顾吧 因为那位 那位法师真的是很难搞 后来我一个人到 南部的寺庙住 我师父叫我去 然后 那位法师到处都被赶来赶去 然后有一天 他要到我住的地方去 那我当然要跟我师父报告 我师父那个法师要来了 我师父看我 你看 我就问我师父 那你说呢 在自己的感受说 你千万不要来 然后在佛法里面说 那我太不慈悲 所以我想要推给我师父 对不对 我师父说你看 那我就好吧 住吧 我师父说不用 好在 不是我的错 结果师父 我师父一看完 你说呢 那我师父当然叫我说好啊 那我说好 我帮他准备房间 这下可惨了 我熬了八个月 对也骂 错也骂 这样 因为他不是不聪明 我这个师兄其实太聪明 但是就是有自卑产生 另外一种 脑筋又好得不得了 但是呢 世间的福报又差得不得了 所以他每天就一定要批评你 这样 他就是所谓 你做得好他骂你 你做不好他更要骂你 你看这样好不好秀 我住了八个月 然后他自然离开 天哪 但是后来因为每次 当然我们现在出家久了 有时候师兄弟要开会 又听通要来 大家都要拉警报 甚至心里想说 他怎么可以活这么久 那我想 我经常做一个比喻的 有一次我们回台北要开会 然后呢 很多出家人都回来 那天也是共生 共生 然后我到楼下 就碰到他了 他说 海涛啊 就这样来了 因为我在红发 他就天天骂我 你这小子还在做生意 你看 这带团 你看又出名 又好名 我都是这样静静 天哪 然后又坐同一个电梯 你看 就我们两个 他只好一直跟我马到上面 这个叫加持 我只是这样比喻的 然后我在想说 拜托 等一下不要跟他坐在一起 已经坐同一个电梯 就这样还坐在一起 结果因为太忙 忙到后来上去 通通没位置了 就剩下一个位置 就在他旁边 就怪啊 自己起心动你 说不要跟他坐在一起 真的要去众生认 事实上我认为 他这种情况是因为他 因为爱你就会恨你 这种他很特殊的情绪 然后他看到 当然不是针对我一个 因为我们四兄弟都有缘嘛 所以 但是只是觉得 以后就不敢起心动念 所以 当然这个叫修行 你的念头 一直不要这个 这个都不行 你要转念 假如做一个比喻啦 人家跟你说 这个房间有鬼 你一直想鬼 你住不下去 那你要转念 鬼好可怜 真的好可怜 当然我会这样 好可怜 但是你不要给我看 我会把你超度 回向 但是因为你心里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看什么都像鬼 但事实上 知道跟不知道 是一个念头而已 所以 哪个地方没有众生 通通有的 就像各位现在功德做那么大 请问众生会不会跟着你 我不能跟你讲实话 但是会 但是 不可能没有 就像你身上不可能没灰尘的 但是 只要你记得进化 就好了 每天 然后念念药师奏 为什么要观想自己变药师佛 或者是你的本尊 因为那个就是进化了 如果它真是一个鬼道 碰到药师佛 它不可能不超度 如果是冤心在主 恨你 当你在平静的空性悲心的时候 它不得不被超度 所以 我想 你的身心 必须要随时保持这样的进化 那 究竟的方法 就是如何分分秒秒 保持如此的进化 那就困难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经常守八方在界 经常念四十九遍 一百零八遍 药师奏 往生咒 往生咒 经常很专心 欧玛尼北美奉 阿弥陀佛 那一刻非常庄严 是不是在那一刻的时候 他们得到超度 我们在家 你阿弥陀经 你往生咒 对它施食 有佛力 又有慈悲的力量 所以大家有慈戒的力量 就因为这样 它转化 那请各位记住 就是 这就是我们学佛法 转化一切的方法 不恶法门 所以佛陀说 恨不能消除恨 唯有停止恨 恨才会停止 所以甚至用爱消除恨 这样而已 所以无名不能消灭无名 烦恼可以消灭烦恼吗 不可能的事情 那唯有没有烦恼的光明 空性悲心 可以对之烦恼 对自己也一样 对别人更是如此 所以我想 佛度有缘人的意思是说 当你没烦恼了 那很烦恼的人 看到你 然后呢 或许 因缘成熟 他就会想要接近你 你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没烦恼 那我想 我们修行人 就应该视线 这个部分在家出家 你也在上班 他也在上班 结果他上班的压力很大 很烦恼 那你也在上班 你家里也有人生病 也还在贷款 但是呢 你甘愿受 却积极做 这样 对方 他就会跟你学 烦恼有用吗 对不对 你烦恼还不是造成你工作没效率 你还不如 甘心接受 但是努力去做 这个就是学佛 所以佛陀说 在现今的社会 无浊恼是受一天把关灾借功德 超过在佛陀正法出家五百事 当然 像各位今天这样是算一个很好的有加持的环境 很容易 但是平常六载日你必须在家庭或面对社会 那不容易 但是难行能行功德更大 因为老师说修菩萨道就是在乱中取静 那你没有这个乱乱你怎么知道静的是什么 所以因为众生越苦你才会生起悲心 因为我也用悲心可以消灭他的痛苦 所以刚刚我在楼上看了一些资料 念给各位听 好不好 这个叫什么 来供养各位 因为各位对出家人叫财供养 那出家人要对各位说什么 法供养 希望大家部分在家出家 像我以前在家学佛 我就不想工作 然后 我就就是想要出家 所以我每天都很少出门 我每天看十八个钟头的佛经 消极的抗议 等他们 你去出家吧 因为我整天都是这样 不跟他们吃饭 因为看十八个钟头 睡觉时间很短 那我好在有一个很支持我的儿子 爸爸 你赶快去出家 但是也给我很大的考验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支持我 他就很危险了 没事 他就要 挨打 挨揍 然后看我心会不会软 因为这个你要修 以前我太太想要打我儿子 我就会保护他 因为不能打小孩 这是我家的传承 因为我爸爸没有打过我们 这样 这是我家的传承 但是我也不能控制太多 但是这个过程你要去思维 因为我是依止法的人 我要出家 这个出家不是为我自己 因为爸爸妈妈没修行 祖先没修行 而且我看到这个世界 我已经在这个世界跑来跑去 而且看到小孩子 如果我不出家 我怎么样对他生命负责 对不对 因为对我来讲 或对他来讲 这个小孩子在那个时候 可以一辈子不用赚钱 对他来讲 他活着要干嘛 因为他不用赚钱 就像一个天人等着死这样 那你要去思维这些道理 当然这个过程 我必须自己要拿捏的 要很安住 要自医子 法医子 你要一直定在这上面 所以当然 这种世间光脱 脱离这两个人 还有我最爱我的丈母娘 那个过程就很痛苦了 然后我的妈妈 只要他一直看到我 他就会哭 为什么 他又嘴巴不讲 你不要出家 但是他又知道我去出家 好像很苦 我说不会 因为我妈妈癌症好起来 是因为我发愿出家 所以他心里知道 但是他当然不了解出家的快乐 他只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去受苦 你干嘛要为 他认为说 我是为他去受苦 我说 我说妈妈你不要这么说 我只是 我只是因为我了解佛法了 所以 那我如果为我的父母 能够去修行 那这是我最大的福报 所以 那当然我讲这个 这是我自己的历练 当然各位一定有这个过程 每个人都有很多无奈 但是至少我这个过程里面 虽然在极度的痛苦里面 但是好在我有法做根据 我有一个正确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等我出家三五年的时候 我过去的同修还故意要去外国买房子 干什么 他说如果你累了 就回来度个假 他随时在等我 所以 但是我那时候有时候也会挣扎 出家一两年的时候 我想儿子 我很想去看他 我想各位做过爸爸妈妈 看一眼也好 在路边故意 他上下课的时候 人家载我 停一下停一下 师傅有事吗 停一下停一下 我眼睛就一直看看 这么多小朋友 哪一个是我儿子 看一眼也好 过过瘾 人都会这样 就像爸爸妈妈离婚 两个都要抢来去盗鼓小孩子 所以虽然我出家了 也没办法一下子就全然放下 所以那个时候又想看 又想说不能看 这个就是挣扎 自身在那边挣扎 所以 他是告诉我看 有什么利益 那不是陷下去 那不看 心里给另外一个念头 这个习气 这个我看我跟我儿子 跟我太太 跟我妈妈 一定好几世的缘 也不是说这一辈子 但是你就要有法做根据 所以我认为修行对我来讲 为什么叫 经典叫法忍 这个忍我们应该叫什么叫 来 挣扎 挣扎 被欺负的时候 被爱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你都要挣扎 而且这个世间是在 生生灭灭的状态 你要达到不生不灭的 叫无生 这个无生除了不起心 这个生也可以解释 无众生可度 虽然众生对你也很不好 虽然你积极在度众生都可以 你要超越这个众生相 所以 你也要超越所有的痛苦 你也能够安住 不然你就 进不了佛道 特别大乘佛教 是以这个空性为主 所以我想各位今天